男人正在伪造支票 他用刀把支票上的日期挂掉 再仔细地裁剪好名字贴在支票上 一张以假乱真的支票就做好了 接着他来到银行装可怜 请求银行职员给自己换支票 但银行职员拒绝收其他银行的支票 灰心丧气的男人走出银行 却看见了被人们簇拥着的飞行员 男人羡慕有头有脸的飞行员 所以新生一记假扮成学生记者 采访了航空公司的大佬后 男人就和采购商谎称自己是飞行员 不小心弄丢了制服 随后就成功把一套制服弄到手 男人伪装成飞行员 风光地走在大街上 四周的人都对他行注目里 男人也毫不羞涩地抱以大方地微笑 通过这个伪装术 他顺利入住了豪华酒店 银行的职员也对他毕恭毕敬 花言巧语的他凭借着帅气的外表 把银行的女职员也哄得笑开了花 用支票换钞票也不在话下 偷偷赚了数百万美金 套出了一系列有利的信息 好用来伪造更加精良的钞票 瞒过所有人的眼睛 男人成为了世界上最出色的诈骗分子 这一年他还不到21岁 FBI探员卡尔锁定了这个男人弗兰克 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拉开了序幕 卡尔虽然费尽千辛万苦捉住了他 但弗兰克表示下了飞机就要见父亲 卡尔却告诉了他一个悲伤的事实 那就是弗兰克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情绪激动的弗兰克要大哭一场 于是他去了一趟飞机上的洗手间 但直到飞机降落 弗兰克都没有从里面出来 卡尔意识到这小子在搞花样 于是强行破门而入 却发现洗手间中早就空无一人了 原来弗兰克早就在飞机上假扮过飞行员 对飞机上的洗手间构造了熟于心 自然能够惊蝉脱壳 他逃跑回了家中 却发现自己的母亲已经组建了新家 面对父亲的离世和母亲的改假 感到灰心丧气的弗兰克不打算再逃亡了 面对前来逮捕自己的探员 他选择举起双手投降乖乖入狱 但这个让FBI最头疼的小偷 却有着非同一般的传奇人生 早在年少的时候 弗兰克就有过人的伪装术 常常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瞒天过海 他来学校上课可以伪装成老师 却没有人发现他是冒牌活 他揪出了曾欺负他的男生 发男生站在讲台前念书 还让他心服口服 弗兰克不仅能假装上课和批改作业 还能召集全体家长开家长会 再这样下去就要无法无天了 直到一个礼拜后 校长才发现这个学生伪装老师 可见弗兰克的骗人技术之高超 当他回到家见到了妈妈 却发现一个陌生男子在家里 他立即明白妈妈有了外语 妈妈想给他点零花钱 让他不要说出去 弗兰克没好气地夺过钱 走入了自己的房间 不出所料 父亲和母亲准备离婚了 想当年 弗兰克的爸爸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在弗兰克还没成年时 爸爸就举办了一场名流参加的晚会 他在台上演讲时讲了一个故事 两只老鼠掉进了奶油桶中 一只老鼠很快就放弃了挣扎 所以他被淹死了 但另一只老鼠不懈努力 终于将奶油搅拌成了黄油 最终这只老鼠逃出了奶油桶 站在台上星光熠熠的爸爸 就是把自己比作逃出的老鼠 他的成功离不开努力和乐观 弗兰克视爸爸为偶像 他为爸爸鼓足了掌声 那时的他和父母还是幸福的一家 爸爸会和妈妈一起跳舞 全然不像是会离婚的夫妻 这天爸爸叮嘱弗兰克 让他停好车子后坐到前座上 任何事情都不能让车子一动半分 随后银行经理为爸爸打开了银行门 原来父亲由于偷税漏税 已经成为了探员的眼中钉 他来银行和经理商量事宜 但银行自然也将他拉入了黑名单 等到父亲处理完事情后 租的车子和礼服还要按时归还 就这样弗兰克一家破产了 他们变卖家产 不得不沦落到在公寓中生活 在弗兰克16岁生日这天 父亲交给他一打空支票 那些支票似乎能够让他一步登天 让这个家庭东山再起 如今一张离婚协议书摆在他面前 父母让他自己决定究竟要跟谁 他谁也不选 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他气喘吁吁地来到了火车站 用支票买好了车票 随后就开始了浪迹天涯 为了让支票起作用 他会更改好支票的姓名电话 并来到银行换取现金 但是银行的职员看穿了他的伎俩 随即劝退了他 但弗兰克脑袋灵光 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出路 他盯上了风光的飞行员 年纪轻轻的他懂得了包装的重要性 于是打算乔装打扮一番 让人知道他是个有身份的重要人士 伪装成飞行员后 他来到银行换取了数百万钞票 现在的他都能给父亲买辆车了 弗兰克终于和父亲重逢 一起吃了顿饭 在餐桌上 父亲却拒绝了弗兰克送的车 因为张扬高调的作风 必然会引起相关人员的调查 为了保全自身 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果不其然弗兰克的大胆行事 让FBI探员卡尔找到了弗兰克刚用完的质票 暗图索记来到了他所在的酒店 并顺利找到了他 但在短短的几秒钟内 弗兰克就想清楚了逃生的方法 卡尔端着枪命令他出来并举起双手 但弗兰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卡尔不信他的鬼话 弗兰克就出示了证件给他 并让他看到了楼下正在压人的探员 这让卡尔将信将疑放走了他 等到卡尔醒悟过来的时候 弗兰克已经逃之夭夭了 弗兰克通过高超的欺骗术 从探员的眼皮底下逃脱 等到卡尔想清楚后才气急败坏 这天晚上 弗兰克在酒店中遇到了女郎 他向他讨要一千美金 弗兰克给他一张一千四百的假质票 自己甚至还赚了四百的现金 真是两全其美 在平安夜这晚 弗兰克给卡尔打了电话 还故意透露了自己的行程给他 但卡尔不会再相信他说的鬼话 卡尔按图索记找到了他家 弗兰克的母亲盛情款待他 就在他准备给卡尔写张支票时 卡尔却告诉他 弗兰克已经骗了上百万美金 就在弗兰克来到医院搭讪女护士时 他的心又被勾得痒痒的 他着手伪造了哈佛的医学证书 接下来就是他大展演技的时刻了 只见弗兰克顺利通过了考核 成为了女护士的上司 他们的进展迅速 很快就到了见父母的阶段 为了让自己被女护士的父母赏识 弗兰克谎称自己是伯克利大学毕业的 不巧的是老丈人就是该校学生 但老丈人非但没有心服口服 反而开始质疑起弗兰克身份 毕竟有些端倪是他无法得知的 饭后老丈人揭穿了他 并询问弗兰克的真实身份 意识到自己骗不过他的弗兰克 决定坦白一切 他承认自己谁也不是 只是深深地爱上了他女儿 这是千真万确的 没想到难得说了一回真话的弗兰克 居然用真诚打动了老丈人 看来老丈人也为他的演技和浪漫所折服 在老丈人的帮助下 他也成为了一个检察官助理 节节攀升的弗兰克 属实见识过了各色人等 对于自己未来要走的路 也充满了信心 他再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但和风光无限的他相比 父亲却显得颇为落魄了 原来卡尔也找到了弗兰克的父亲 他当然要保护好儿子 于是骗卡尔道 自己儿子去参军打仗了 卡尔则发现了弗兰克写的信 偷偷记下了弗兰克的居住地址 虽然一无所获 但弗兰克的父亲眼里的光 也渐渐暗淡了下来 面对儿子邀请自己去婚礼的请求 父亲显得十分冷淡 弗兰克意识到父亲对自己目不关心 伤心地离开了他 这天弗兰克在酒吧 拨通了卡尔的电话 向他坦白自己就要筋盆洗手 从此和女护士洗劫连理 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凡生活 但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的他 怎么可能说没罪就没罪 卡尔坚定地反驳他 总有一天会把他给守到勤来 弗兰克举办了订婚典礼 卡尔追到了现场 眼看火烧眉头 弗兰克只好和未婚妻坦白一切 随后就逃跑了 等到卡尔来到婚房 就只剩下一只哭泣的未婚妻一人了 弗兰克来到了迈阿密机场 他按照约定见到了未婚妻 但很明显他的周围都埋伏了FBI的探员 得知被背叛的弗兰克 选择离开自力更生 继续过着当骗子的逍遥生活 他重拾就业 利用空姐伪装成空少 成功登机逃过一劫 不过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卡尔最终在法国的小镇上 找到了正在伪造支票的弗兰克 他的技术已经进化到炉火纯青 以假乱真的递步了 弗兰克高兴地和他说了生圣诞快乐 卡尔警告他已经被捕了 为了威胁企图逃跑的弗兰克束手就擒 卡尔说他一出去就会被乱枪打死 于是弗兰克只好乖乖任他抓捕 随后法国警方果然出现了 他们从卡尔的手中捉住了弗兰克带走 但这一场猫鼠游戏并没有落幕 弗兰克接到了不寻常的任务 原来有人来找他鉴定真假支票 他一眼看穿了支票是假的 于是他凭借自己高超的鉴定和伪造支票的能力 成功保释出狱 开始洗尽千华为人民服务 他成为了为探员卡尔协助破案的一份子 卡尔辛苦将他提拔成自己的助手 弗兰克却想回到飞机上当一名飞行员 卡尔当然不愿意放走这个人才 于是威胁他会有警方来捉他的 他不断地追问弗兰克 到底是怎么顺利通过律师的资格考试的 但弗兰克称自己只是会瞒天过海罢 然而被放走的弗兰克又不甘于寂寞 因为卡尔也只是吓唬一下他 所以弗兰克又回到了卡尔身边 和他一起鉴定钞票 当卡尔继续问起律师资格考试的事情时 弗兰克才说出了真相 也许这就是天才的传奇人生吧